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这期可能节目有点短 主要我就想讲一个事 做一个补充 就是我看到了网上一条新闻 台湾要在这个月的月底举行跨部门的会议 来审议是否全面的禁用 抖音和TikTok这些中国大陆的软件 我记得我之前专门讲过这个 就是台湾的公权力部门 政府部门已经禁用了 当时我说这远远不够 要全社会禁用才可以 这样的话效果更好 我不知道唐凤是不是看过我那个节目 然后现在要开始讨论是不是全部都禁止 当然我开玩笑 我的这个想法他们肯定也早就有了 我们看新闻上说 台湾的数位发展部在上周一 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 已经宣布禁止公部门资通设备和所属的场域下载 安装使用抖音以及TikTok 但是并没有对民间跟私人使用来做出限制 台北的直辖市之一的新北市政府 也在周二宣布来配合中央政府的部署 在新北市的公共部的部门就政府部门 资通设备所属场域 对抖音和TikTok实施同样的封禁措施 那么数位发展部部长唐凤在周五的时候 他表示说数位发展部在本月底也会举办资通安全汇报 到时候会跟台湾行政院等其他的部会一起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讨论是否在全国全境全面封杀抖音和TikTok的问题 其实这里边有一个政府政策跟现实当中的一个落差 就是说台湾的政府的要求 你不能够经营任何的网络平台 就是中资也不能够在台湾落地 但问题是他虽然没有在台湾落地 没有在台湾经营 但是台湾人都能收到这些产品 在网上都可以看得到都可以使用 所以这是一个落差 这个落差怎么来弥补 因为互联网也有主权 我们要知道这一点 因为现在国境的理论界也在讨论 所谓的网络主权的问题 实际上你有主权 但网络上这个网络空间也应该是有主权 至少是有监管的 它要维护国家的安全 所以说网络是过去没有的东西 现在才有的 而且现在是随着这个全球化 那么由于这些大企业 可以把它的这些产品 通过网络等于说输送到全世界 那么这里边就会夹杂的一些其他的东西 这些东西可能就会破坏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 或者是这个国家的安全 所以说这个问题台湾一定要去考量的 其实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讨论这个话题 都在制定相关的监管措施 那你可以说这是不是在逆全球化 这是不是一种逆全球化的做法 当然是 但是它是有基础的 有背景的 也是有理由的 而台湾的问题在于它现在是前线 如果是在后方 大后方 我觉得还好 就是你可以稍微的随静一点 或者慢慢慢慢来 它可能需要一个步骤 你要说服这些普通人民 要更加重视国家安全问题 可能需要时间 需要一些事件出现 然后来刺激大家 才能够意识到这个安全问题 但是台湾不需要 台湾就是前线的 直接面对中国大陆的几千枚飞弹 天天的这个解放军 空军海军 耀武扬威 更何况 我觉得台湾人也应该好好学一学 中国的这个官媒党媒上面的报道 其实他们已经把很多话都讲得非常明白了 就是来威胁台湾 台湾拥有的所谓自由民主 对中国大陆是一个长期的威胁 这个共产党是绝对不会放过台湾的 特别是当这个共产党的执政 越来越遇到困境 它的执政合法性也慢慢的流失 所以他更觉得 香港啊台湾啊 你们的自由是威胁 现在他能够控制的是香港 现在因为拿下了对吧 国安法 下一步就是台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台湾人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觉醒 就是战争已经打响了 吞并 统一 不管以什么理由 实际上已经在路上了 所以台湾人一直以为说 现在我们还能保持一个自由 保持一个安全 好像现状并没有改变 但实际上现状正在改变 共产党的解放军的实力不断的增强 投入不断的加打 对台湾的文攻武贺和内部渗透 都是花了很大的力气的 所以他其实已经在不断的蚕食台湾的主权 在侵害台湾的现在拥有的自由 所以这已经是在过程当中了 不是说还没有战争没有打响 现在已经是战争中了 中国的黑客已经入侵了台湾的网站 台湾的很多个人信息可能也都泄露到中国去了 战争不是说一定要开极一枪才叫战争 战争可以是方方面面的 按照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说法 这叫超限战 他可以用任何的可以用到的手段 哪怕是渔船 普通的民间的企业 民间的设备 民间的人物 他都可以充当战争的工具 所以不是飞弹来袭才叫入侵 他已经入侵了 然后这时候你还在躺在自己家里面 想象着什么岁月静好 允许中国的企业 中国的产品 中国的文化 渗透到台湾 最终实现共产党的终极目的 那这不仅仅是台湾人的责任 还是台湾政府的责任 因为保护台湾的安全是政府的职责 人民如果没有跟上的话 这个思想没有跟上的话 政府应该率先站出来 去教育人民 去提醒人民 当然了过去几年 蔡英文政府也在这么做 虽然这个力度是我认为还不够 但是他之前的跟美国的关系不断的加强 跟欧洲 跟很多国家 不断的建立这种关系 走这个国际化道路 这是对的 得到多助 未来很多国家会站在台湾这一边 蔡英文政府过去几年的努力 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包括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也是这个力度越来越大 所以说进抖音 进TikTok 进什么小红书这类的 中国的软件 这是势在必行的 可以说都没有什么讨论的余地和空间 你就看看印度是怎么做的 为什么印度就能做 台湾做不了 印度跟中国是有领土纠纷的 而台湾呢 可能这个纠纷更严重 它是直接要吞并你 它直接要把你整个占领 把台湾人强行的变成中国的韭菜 这个危机比印度要大得多 而印度都能够做到这一步 把中国的这些软件 它只要认为是伤害国家安全的 有渗透嫌疑的这些软件全部禁掉 那么台湾也一样应该能做到 我就问台湾的软件 台湾的媒体能够在中国大陆吗 能够出现吗 如果不能的话 为什么你就可以到我这来 我不能到你那去 就算是双方的经贸往来 也应该讲求对等 讲求公平 你情我愿才行 所以于情于理于法 台湾都完全可以禁止中国的软件 中国已经是台湾的敌国 虽然双方的这些贸易额还是很大的 那么这个经济上面还是有互相依赖度的 但是在政治上面 在外交上面 在国家安全上面 中国是台湾头号敌人 这个应该是让台湾每个人铭记在心的 我讲这些话 是真正的关心台湾的安危 而不是因为自己的利益所在 如果真的是说 如果我自己利益的话 我希望中国共产党成为世界头号公敌的话 那我应该是期待着中国共产党入侵台湾 拿下台湾 对吧 这时候中美之间才真正产生出巨大的摩擦 这时候才能真正的撕破脸 美国将会对中共以沉动的打击 如果是反对共产党的这个意识形态 这个立场来讲的话 我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呢 我当然希望是台湾人能够保住自己的 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能够让这个宝岛持续的自由繁荣安全 这是因为我把个人的立场先放下 放在一边 更加追求的是一个普世价值的实现 而台湾人的奋斗 台湾的民主化走到今天 就是普世价值的最完美的体现 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司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